欧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两年半 从一开始 北欧四国在经过美国的号召的时候 马上就说我们提供给你 结果时间过了两年半 到现在才拿到 但是俄罗斯已经讲了 荷兰给了24架 我马上就锁定了 你放放看 我用任何精准武器都可以打击你 可以直接把你给摧毁了 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半 你现在有了新飞机 在我们的眼里 它根本就是旧飞机好吗 二手 那能不能真正把乌克兰的局面 带上谈判桌 我觉得这非常值得观察 乌俄战火的最新进展 随着乌克兰积极重振空军的战力 第一批的F-16战机 渴望在7月抵达 而且投入部署乌克兰 期望借此来增强前线的战力 这摧毁号称是 乌军克兵的这个俄国滑翔炸弹 而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的是俄国呢 一向都把这个F-16视为是眼中钉 誓言要摧毁 让乌克兰现在面临到艰困的挑战 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声称 6月27号攻击乌克兰西部的一座小城市 斯达科斯坦尼夫 里头一座重要的军事基地 扬言说要让这些F-16战机 被困在地面或者是被摧毁 好我们首先请教干哥了 现在呢战机都还没到 这个跑道先毁了怎么办 其实老师讲一句 从欧战争两年前开打 到现在已经两年半 从一开始北欧四国 这四个国家 注意 比利时 丹麦 荷兰 挪威 就是在四十年前第一次拿到F-16的北欧四国 你知道吗 这是非常的巧合 就是说当时美国第一次 马上就是卖给这四个国家 而这四个国家在俄乌战争一开始 在经过美国的号召的时候 马上就说我们提供给你 那时候我们一听 我们会认为说 哇 那乌克兰的空军的生力军就到了 对不对 结果时间过了两年半 到现在才拿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需要训练 不是说我飞机给你就会用 在这一段艰困的时期 乌克兰它竟然是怎么凑合的用 它就是用俄罗斯给的飞机 因为他们两个以前是 乌克兰跟俄罗斯以前 他们是同一个苏联的共和体制里面的 那所以说当时它用的是俄罗斯的飞机 苏凯27 米格29 结果打起来的时候 这些飞机都已经不太能用了 美国赶快供应很多武器 像西方给它风暴之影飞弹 HM88反辐射飞弹 通通给它 结果挂上去以后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系统不一样 所以美国的系统跟俄罗斯的系统 你怎么可以用 在很有限的距离之内才能用 打出去之后就赶快跑了 所以乌克兰空军其实老实讲 它就一路的衰败到今天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 乌克兰它非常需要新的战斗机 来帮它打这一仗 这是为什么乌克兰在战场上 节节败退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说在几次的反攻上面 好像乌军也有一些进展 打沉的莫斯科号 俄罗斯的巡洋舰 但是那都是局部的 你要制空 你一定在战场上才能取得优先 所以在这次 它在乌克兰的西部这个机场 斯达克斯坦尼夫 这个机场就是乌克兰最主要的机场 但是俄罗斯已经讲了 你第一批荷兰给了24架 我马上就锁定了 你放放看 你如果放在固定的岩体里面 一定会被我摧毁 因为为什么 我用任何精准武器都可以打击你 比如说他们可以派米格31 去投放什么 去投放匕首炸弹 KH-37 匕首超高音速飞弹 其实可以直接把你给摧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24架刚到的荷兰的战斗机 能不能够逃过一劫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后面还有比利时丹麦以及挪威的 总共有85架的飞机 大家要知道 在驾驶F-16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飞行员而言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以前都是 他们都是半类比式的那种米格机 或者是苏凯的前代战机 坐在机舱里面 你就会觉得一大堆仪表 可是你现在如果说 你坐到了这个F-16AB的坐舱里面 乌克兰的飞行员就会发现 哇 都是抬头显示幕 看到哪里 打到哪里 看到哪里 可以打到哪里 就觉得说 哇 好新奇喔 对他们而言这个才是深等 就是他们进阶了 那他们的配备也完全是美式的配备 比如说响伟射飞弹 GPU-15 镭射导弹 还有AIM-120 中程空对空飞弹 这是都是现在西方最先进的 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 就是说24架太少了 而且太晚成军了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乌克兰他们现在还是在做一种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搏斗 就是搏斗到最后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 把战争的局势给扭转回来 其实对大家而言 大家也看到这场战争 打了两年半 你现在有个新飞机 在我们的眼里 它根本就是旧飞机好吗 对 二手飞机 那能不能真正把乌克兰的局面 带上谈判桌 得到有利的谈判条件 我觉得这非常值得观察 好 可能影响到俄乌局势 我们要来看到 还包括7月1号再次接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 总理奥班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他丝毫不掩饰自己 亲恶亲中的立场 那奥班昨天罕见出访乌克兰 提议泽伦斯基说要先停火 才有助于俄乌之间的和谈 那圣牙利跟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同 一再质疑军事支持乌克兰的必要性 而且呼吁乌国要停火 再加上呢 圣牙利现在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它是有能力可以影响到欧盟 接下来的议程 还有优先处理的事项 这种种的因素 恐怕可能会对欧盟 接下来对乌克兰的立场有影响吗 杨老师你怎么看 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所谓欧盟轮值理事会的轮值主席 半年一起 所以7月1号到今年年底 27个会员大家轮流来做 欧盟它又有这个理事会的主席 这一次是由 应该是埃萨尼亚的前总理来做 然后呢又有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那就是冯德莱恩 但欧盟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显现出 它其实是27个国家集合在一起 最重要还是这个欧盟理事会 那这个理事会轮值主席 虽然半年 但他可以决定议程 协调 然后呢达成结论 所以呢奥班其实 他是有这个能力 尤其他跟别的国家 在对于欧盟的这个议程设定上 明显的不一样 那我念一下 他说他要做7个领域了 什么7个领域呢 经济激增力 强化国防 阻止非法移民 促进巴尔干半岛 西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加入到欧盟 现在进行谈判嘛 并且聚焦以农民为核心的农业政策 四分之三都是 就是过去欧盟习惯 以的就是说这个主要的政策 但是呢 这个反移民 以他没有讲出来的 他就昨天讲 欧盟应该要跟中国 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然后呢他昨天上任的第二天 7月2号 他就到基辅去 那泽伦斯基还一定要见他 因为他代表的是欧盟 所以呢 可他就讲 其实你要先停火 要制造和平的条件跟机会 我们再来和谈 他没有讲要和谈 要达成什么目的跟条件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 俄罗斯所占的土地要浪掉 他没有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不是不适合他讲 他也没有这样讲过 他态度上是比较 就是说亲中 以及过去对于 亲俄 以及对于就是 无限制的援助 乌克兰 他其实是有意见 可是他现在的政策跟态度 完全反映了现在整个欧洲的大的氛围 欧洲议会的选举不就是右派的人 在起来了吗 然后你看最近 法国那个议会的选举的第一轮 右派取得大的这个胜利 所以大家现在第一个对反移民 是就是绝对很严重 你不要忘记反移里面有很重要的 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难民 这个话是讲不出来 但是非常的多 那要解决乌克兰的难民 持续更多来的这个难民 你要当然就解决乌克兰这个战争 所以这是这个 等于是说没有显现出来的议题 可是呢要面对这个问题 同时整个欧盟向右转 当然大家对于持续不断地 在援助乌克兰 可能就会有意见 不要忘记 美国也可能变天了 对不对 虽然是年底的事情 可是大家现在都在准备 就是泽伦斯基面临到 刚才提到的 他在战场上其实也不利啊 F-16来得太晚又太少 而且又是个标靶 然后呢 他的训练的成果怎么样 真的能够达成他的效果吗 那其实真的跟 俄罗斯的第五代的战机对决的话 是不是真的有效 也很难讲 好 确实 匈牙利尽管他亲中亲口 但是还没有到可以影响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能耐 不过我们从图卡上来看到 芬兰总统施塔布他怎么说 他说现在俄罗斯方面是很仰赖中国 他说只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一通电话 就可以终结掉这一场乌尔战争 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彭博爆料 有熟悉情况的欧洲官员透露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研发一款攻击无人机 一款类似俄军部署在乌克兰战场的伊朗无人机 认为说这显示出北京可能接近提供 西方国家官员所警告的致命援助 那现在欧美国家一再地指控说 中国向俄国供应这些武器技术零组件 并且帮助俄罗斯绕过国际的贸易限制 再加上芬兰总统的这些话 上次哥您帮我们看一下 他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这个司法部总统这个话 他说的是可以显示说 其实现在欧美国家 特别包括欧盟对于中国的态度 那种东西说又有很深的期待 可是又其实骨子里头是看不起的 那么对乌克兰战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泥闹或一个残局 他恨不得就有人帮忙收拾 一通电话就能收拾 他表达到你说对习近平是多么看重吗 其实不是 背后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子 你知道有这种东西是 很多人的对人之间的态度 比如说佛教有种说法叫卑劣慢 就是说很卑劣的人他反而更傲慢 就是说他是这种相对的一个极端的 他其实越看不起你 就越希望你去帮他做那些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其实反正总统有这个事情 他虽然是一个政治外交语言 但是这里头期待就体现了很多 特别在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 对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当中的 很复杂的情绪 这里头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包括现在越来越多在指控 中国大陆对俄罗斯当中输送了 武器技术和零组件 特别还等名 特别是点名当无人机 越讲越具体 我们知道在对中国大陆指责 对指责中国大陆对于乌克兰战争 也就是对俄罗斯有所军事方面的援助 过去来讲是来自于欧美的媒体 包括小部分的政治人物当中的暗示 大家都没有证据 事实上到现在 连一个证据都找不到 那你可以看到在最近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越来越盛销尘上 包括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博恩斯公开这样讲 那么包括北约的这个史托腾伯格 也又公开这样讲 这个东西觉得每次只要有任何 对于中国的施压 是航穴一气的 连成一片的 那你说这个东西突然而来 当然一切也不是 在四月份我们真的很看到 布林肯去访问北京的时候 虽然要谈的很多议题美债 什么各方面的电动车 制造业的问题 其中其实确实就针对于说 对于中国大陆援助俄罗斯 经济方面 甚至军事方面的提出警告 提出各式各样的劝告 软硬兼施的 就是在表达 明明乌克兰战争是美国搞的 现在为什么都要中国收拾 而且要中国要顺你的脚步 我们对比在早前 前两年的时候 你看美国态度 其实对中国大陆 知软 知期待 知拜托 知希望 那样子不能在经历这几年当中 你说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 其实我认为很大的原因还是在于 以美国为主对待中国的态度 原先是很复杂的 原先在抗中这件事情 科技战来讲 就是打中俄大陆已经有人 都知道这些年唯一的软肋 就是说乌克兰战争当中 如果中国大陆出手 尤其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大的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始终有期待 因此在打中国 每次在这个地方就打不下去 但是现在看起来 至少从今天事业论开始 很明显 美国大陆已经开始出重手了 国际舆论宣传战 刚刚我们看到的 美国驻中国大使 也没有证据敢公开这样子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美国在态度 在撩动这些东西 而芬兰总统的部分 也随之 也邀喝几句 作为马前卒也不是意外了 而君又占领了 乌东两个村庄 夺取了东部 顿内茨克州的 辛波克罗布斯克 以及东北哈尔科夫的 斯杰波瓦诺 沃谢利夫卡 与此同时呢 两年多的战斗 也影响到 俄罗斯的一些边境城市 总统普丁说 俄罗斯现在加大力度 在边境地区建立了缓冲区 要来抵御乌克兰的袭击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到乌军无人机 袭击了边境的俄国地区 贝尔哥罗德州 造成了当地断水又断电 那您从通话上看到呢 乌克兰最近还加强了 打击俄军的防空设施 研判就是为了TF-16战机上战场 先来清理障碍 靠着就是您看到的 这一艘这个系统 美国援助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来打击克里米亚的 很多的防空设施 那根据数据统计呢 短短一个月 损失了好几十个 让俄军方面 真的是措手不及 以及我们看到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解释 乌克兰需要在收到F-16战机之前 刻意来削弱俄罗斯的防空能力 那现在包括比利时 丹麦 荷兰 挪威 接下来都承诺说 已经要向乌克兰提供 大约80架的F-16 好 不过大家关注到的说是 乌克兰呢 虽然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在培训这些飞行人员 还有地勤人员 但是介大使我们想请教一下了 学习F-16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课程 那是不是未来 在战场上恐怕也是一个引诱 对 我现在也有人 也有一些报道说 事实上它这个F-16 会不会完全交给乌克兰的驾驶员 来驾驶 都还是一个问候 也就是说这么样一个机密 高端的武器 就是美国放心交给乌克兰的这些 这些军方来完全使用 所以有可能送机器再送人 也许飞行员的话 或者有些地勤 重要的重要部分 就是美国的盟邦的人员 那么穿着乌军的制服在做 那因为这个武器是相当敏感 万一它落到这个俄罗斯手里面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 它这个等于说先进的装备 落到俄罗斯手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威胁 那另外方面说穿了 就是乌克兰这个政府 这个内部不太上轨道 贪腐事件很多 你有一些东西交给乌克兰 你的一般的武器也就算了 你的精密武器交到乌克兰的时候 你说他就交给你了 里面哪一天一个重要的装备不见了 你知道是搞丢了还是什么 有人给他卖给 卖给不该卖的人了 所以这些你都要考量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这些承诺的飞机都还没有到 都还没有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 一个一个 已经在丧失战斗意志 丧失士气 在战场上没有办法告捷的一个 对乌克兰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作用 说你要了那么久 F16给你吧 可是干这个交的过程中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架到乌克兰手里 已经吵了多久了 吵了半年了 是不是在未来三个月 有一架会到乌克兰手里 我都打问号 所以这场战争 事实上的话 有很多这些 有一些心计在里面 就是这种心眼在里面 乌克兰虽然是帮美国跟 这个北约 这个等于说当佣兵 可是呢 很多美国跟北约 他们忌讳或者担忧的是 还是不会随便让它发声的 而且这场战争说实话 打到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了 它跟美国总统的大选息息相关 那就是说乌克兰怎么样 你都给我称到 起码称到11月5号吧 等我拜登 你会确定 你不要给我出大状况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美国就不断的加码 而且叫欧盟也一起来 这个加码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 是承诺远早于大于实际交货 所以这个F16我觉得基本上 即使交给乌军了 那么在它使用的方法 跟使用范围上 我想美国一定有做非常多的限制 你的攻击范围 你的还有维修的时候 哪些东西你是可以动 哪些不能动 你知道我们这个爱国者飞弹 我们台湾爱国是 常常要维修的时候 要送回美国 是不是我们不会修 不见得 这些东西你不能动 那这个F16更是如此 尤其掉了一架的话 那这个问题很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是不是能够真正 把这个俄乌战的战局 会做一个大幅的调整 也未必 你F16你进来好了 俄罗斯的飞机也等在那里 你如果说你把打击范围 打击的力度 打击的战略你做了改变 那俄罗斯立刻就调整 谁都占不到便宜 是说到俄罗斯的飞机等到这里 我们就来看到 就算这个F16真的交集了 一边是这个北约国家提供的二手F16 那另外一边对上的就是俄罗斯苏凯35 号称是最先进的第四代战斗机 我们要请教孝伟哥了 就算如果两边飞行人员如果能力一样的话 那这个F16跟苏凯35PK 他们的优劣是可以帮我们进行分析吗 好如果说假设说是双方的这个飞行员的资质相同 那我还是必须要说那个苏35的身面可能还真的是大一点 为什么因为苏35战机它基本上是俄罗斯的这个苏凯27 就是侧卫家族系列战机里面的终极改良版 就它呢整体飞机的这个作战效能 以及它这个空中这个机动特性等等 都比原先苏27号好上非常多 那像以苏35来讲它可以挂载 目前俄罗斯空军大概基本上所有的空对空的这样一个飞弹 那同样的这个北约的这个F16战机呢 它经过这个所谓的叫MLU 其实它所进行过性能提升的水准 就跟我们当初我们空军现在F16 AV Block两栋战机刚进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能量是一样的 也就是它用的相同雷达 然后以及基本上飞机上大同小异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F16 已经做过那个性能提升了 所以我们把雷达也换了航天也换了 但是这一批这个西欧的这些二手的F16呢 它基本上来说它的这个升级过后的规格 就跟我们原先我们空军买的F16 AV Block两栋的规格是相同的 虽然说也可以操作这个AM120的这个飞弹 然后AM9S等等 这些都可以 但是在于就是说 苏凯27这个战机 它的这个基础型 进化到SU35以后 苏凯35 就是苏凯27这个家族系列战机 它基本上是一个双发动机的重型主力战机 那这种战机它在空中主要的任务是干嘛呢 其实叫做制空权夺取 那F16它本身是属于这种轻型 单发动机的支援性战机 它派得很好 没有说很多国家都有 都买了它 然后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先天上 苏35是两颗重型 两颗大推力的重型战机 那F16是轻型战机 这两者之间差异最大点在哪里 在于雷达所能够探测的距离 也就是说 因为苏凯35它本身飞机大 所以它的基比就比较大 那我们知道 其实从这个雷达天线的 这个最简单的物理原理来说 你的天线越大 你能够看得越远 那同样的 F16的 那个 F16 ABBLOCK MLU这个战机 它虽然说也改到APG66 G3了 V3了 但是它能看的距离 就是比苏35的距离要短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说它要能够对苏35进行伏击的话 对不对 它一定可能要透过其他各种 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导引 然后才能够成功的伏击到它 那以苏35来说的话 苏35它本身雷达就看得够远 然后 而且再加上它其实 它的空战性能也相当优异 也就是说 在空战上 苏35可以比F16更早发现对方 比如说 假设 今天距离这个300公里以上的话 对不对 苏35可能已经先看到了这个F16 才看得到这个苏35 那这个时候在空中 你其实就有可能 因为在这100公里的距离中 苏35可能已经对你射了好几本飞弹 你还不知道 那当然西方战机 它有非常好的电子自卫系统 可以针对2系战机 射过来的雷达 雷达导引的飞弹 进行包含这种所谓的电子硬杀软杀 也就是用干扰司热烟弹去干扰它 或者是透过电子干扰的方式 让它掉下去 那个方法还是很多 但是整体来说 不可否认的 苏35 因为它本身我刚刚讲 它是苏27的双发动机的 这个终极改良版 它整体的空战性能上 比旧型的F16 的确是好上非常多 是 好那现在乌克兰太 对我们来看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日前谈到 基辅并不打算跟俄罗斯之间来谈判 但是可能会运用类似2022年 当时黑海谷物协议的三方协议模式 来跟莫斯科方面磋商 他还说呢 乌俄可以利用这样的模式商讨 包括领土的完整性 能源 船运等议题 但是乌方会孤首寸土 不让这样的立场 要求俄军要完全撤离 那另外是基辅也正在筹划 年底前要举办 第二届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好说到这个峰会 上个月是在瑞士办的 那时候公报上也强调说 这个领土完整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有11个国家没有签署 那包括中国 还有当事国 俄罗斯也没有参加 大家说真的蛮尴尬的 所以刘老师想请问你 因为你是谈判专家 帮我们谈一下 这个泽伦斯基他所讲的 可寻三方协议模式 这样的谈判模式 真的能谈吗 对 不过你刚刚讲 其实是两件事情 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 和平会议 和平会议 和平会议呢 其实上一次 核伦佩永泽 11个国家没有参加 因为泽伦斯基他根本就 不认为 那不是我们概念中的 和平会议 他就把它当作一个 外交的一个公式 那和平会议呢 讨论什么呢 当时是讨论的是 乌克兰版的 它的十点和平的方案 那么所以你说 如果说是要和平会议 如果俄罗斯没有来 所以中国大陆就讲说 俄罗斯没有来 那怎么和平法 那我当然也不来嘛 所以如果说 资伦斯基再开 第三次和平会议 假如开得成的话 因为上次开的时候 本来下一次可能是 沙特 就沙烏地阿拉伯 应该轮到主持 沙烏地阿拉伯 也不见得表示要主持 那到底谁出来 那出来如果再叫俄罗斯不来的话 那和平会议也就是一个秀 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谈判 那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跟美国总统选举有关 是 如果川普上来 川普上来 他是不是还是这么支持乌克兰 或者说是你说欧盟 欧盟你说现在 薛亚利的奥班他担任伦子主席 或者我们说欧洲议会里面 那些极右派的政党 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他力量慢慢开始集结 他们开始讲说 我们是不是还继续要支持乌克兰 那如果说支持乌克兰的态度 有点改变的话 那乌克兰想这像是是不是 这样子看起来战争也陷入胶着 那是不是是可以开始谈判了 所以和平会议是一件事 谈判是一件事 那不想再谈判 谈判呢 是不是透过第三方来谈判呢 一直在外交上一直有这种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上次你说唱他讲的 2022年3月底在伊斯坦堡的那个谈判 或者后来制作的谷物 黑海谷物的谈判 它都是调停的 比如土耳其跟联合国的调停 然后呢 乌克兰跟土耳其联合国签 然后俄罗斯那边跟他签 大家互相对应 美国跟这个伊朗呢 现在谈的比如说 是不是恢复伊核谈判 也是他们在维远纳谈判的时候呢 美国人跟伊朗人根本没见面 人们在 然后就是我什么意见 中间调停者 跑来跑去 什么意见 就是双方就是我要谈 但是我不跟你面对面谈 那我中间要找一个仲介 找一个调停者 所以泽伦斯基如果要谈的话 当然也 这个方式是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寸土不让的话 这就是谈不下去了 这谈不下去了 因为很简单 最简单的例子 克里米亚半岛绝对不 绝对不是 克里米亚半岛跟乌克兰东部 是两回事 克里米亚半岛 上一次他们在土耳其 这个战争刚开始打 在土耳其打成协议 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5年以后再说 因为现在根本解不了 克里米亚人 克里米亚俄罗斯裔的 在克里米亚上面的人 他怎么讲 俄罗斯是怎么讲 乌克兰怎么讲 因为克里米亚半岛 其实有三种表述 三种表述 那哪一个是对的 每个都对 那也就在这边 就以后再说了 所以势必要某种的拖鞋 是 这谈判能不能谈 怎么谈都还是个问号 但是前线呢 我们来看到实际战场上 现在乌克兰前线呢 不但缺弹药还缺兵 所以乌克兰政府传出呢 打算要推出 当兵可以换甲 是大约是有 两万七千名的囚犯 他们可能会直接投入 这个前线的战场 但是直接从监狱上 抓人 上战场完全没有经过训练 少哥你怎么看 一定还是要经过训练才行 因为不叫名 要为之战是为弃名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而且像现代战争中 其实说真的 战场环境非常的复杂 你其实真的是要有足够的训练 才有可能让他在战场上 能够达到最大的存活 像之前我们台湾有一个 那个志愿兵 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去 他说他为什么能够活着回来 就是说他说 其实他这些 当初在台湾的那个 就是清兵中心那个阶段 反复训练的一堆 他当时觉得很无聊的动作 无聊的事情 在战场上真的救了他一命 为什么 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炮弹飞过来 他趴下去的动作 就是比别人迅速确实 那时候炮弹炸 旁边人都血肉横飞 他活着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你必须要在战场上 像战场上之前 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训练 那像以台湾那个义务兵来讲 他是那个志愿兵来说 他至少在台湾的这个 我们国军里面 当那个 当了五年组 四到五年的兵嘛 然后那后来可能因为各种的生涯规划离开了 然后又到乌克兰战场去 那如果说今天 你把这两万七千名的这个囚犯放出来 好 马上排排队列好 一人给你一支枪 然后趕快到那个 这个哪里 那个目前战况已经够会上去支援了 那种情况 就会像我们看好莱坞电影 那个大敌当前 Enemy at the gate 前面最前面那一段 让一大堆可怜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年轻人 这个上战场 然后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子弹 然后那个拿枪那个人倒 你再把他枪拿起来打仗 那最后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以现在战争来说 像比如说在俄乌战场 无人机用的非常的广泛 你如果没有无人机 你真的等于完全是 这个处于一个挨打的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 你说把这个用 这个假之换 假之换那个当兵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 因为这些人是从监狱出来的 你就不给他训练 直接给他发一个枪 让他到那个前线去 如果有人活着回来 那我跟你说 那对乌克兰政府 所造成的逆冲击可能更严重 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被挑起来了吗 俄乌的战火持续 那最新消息传出 乌克兰军队的王牌M270 多管火箭疑似 遭到俄军的摧毁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放话 应该开始生产之前被禁止的飞弹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 就是刚刚提到了 包括这是军文网站战区的报导 说根据俄罗斯社群媒体账号 The Roomslide 在6月28号的一段影片显示 乌克兰军队呢 可能损失了一套美制的 M270多管火箭系统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包括了这一次的最新战况了 现在是说呢 俄罗斯空袭了乌克兰的东部 还有南部多地导致至少12人身亡 那其中来看到是南部城市 维利尼扬斯克有7个人身亡 36人受伤 好我们首先要先请教 季文哥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制的 M270多管火箭系统 它这个强大的火力打击系统 本来一直都是俄罗斯的这个新患嘛 那现在你怎么看说 传出这个被摧毁的消息 后续的发展 那我们知道俄乌战争 在地面作战这个部分 炮兵火力的互相轰击 是俄乌战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态 在对于俄军来讲 这个美制的多管火箭系统 尤其是它一个心腹大欢 特别这个它多管火箭有两大类 其实这两大类它的弹药是通用的 一个是这次我们谈到M270 它是采用铝带式的载台 那每个载台上面可以装12枚多管火箭弹 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海马斯 海马斯它是M142 它不同之处它是采用卡车式的载台 它的弹量比较少6枚 但我们都知道 你不要以为数量多就代表一定厉害 特别是海马斯它本身 因为是轮式的卡车 它利用绵密的交通网 它打了就跑的战术更为灵活 因此这两种武器进入俄乌战场以后 都对俄军前线部队带来很大的困扰 特别是这两种武器进入乌克兰以后 那俄军就像弹药库指挥中心等等频频被袭 而且最麻烦是这两种武器它都可以搭载很厉害的 每次这个陆军战术打击飞弹 近期频频建功的乌军发射的战术导弹 其实就是这个AT-ACMS 就陆军战术打击飞弹 虽然俄军经常说这个乌军打过来的 五枚六枚我拦截很多 但你只要有一两枚漏网之余 对于俄军造成的伤害都很大 包括之前对于像克里米亚的大桥 一些重要的空军基地 指挥中心等等 俄军为此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 但这一次俄军成功地猎杀了这个M270 事实上之前也传出猎杀了海马斯 这代表了俄军对于这一类武器的整个战场的搜索 其实他在侦察上立了大功 而且在反炮兵作战来讲 显示俄军在这个部分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掌握 此外我们知道除了猎杀这个武器以外 之前俄军动用了很大的力量强化他的战场电子干扰能力 之前我们常常报导 导致美元的这些乌军的这个GPS导引的 包括火箭弹飞弹频频失准 正显示俄军其实经过了两年多作战 对于对付M270或M124 他已经有一套比较好的办法 包括干扰让他不精准 还有战场实施侦察锁定快速攻击 进行有效的猎杀 也就是未来我认为海马斯还有M270 他的损失会逐步增加 这个就要靠这个美国 后续会不会补充更多的这一类武器 包括载台包括弹药 来满足乌军对于火力的需求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毛雨顿的对决 他还是会滚动式的不断进行两者的对抗 是好俄罗斯这边的动作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他指出 为了确保俄罗斯的安全 俄方应该先恢复生产先前 跟美国签订被禁止的短程中程和飞弹 那他也提到说美国已经在丹麦 还有菲律宾部署这样的飞弹 所以俄方是需要做出反应 那以确保的是他们的安全 这次我来看到是因为现在 还在北韩传出可能会参战俄乌战场出兵 乌克兰 你还记得吗 日前这个普丁访问北韩的时候 大家都在讨论 因为他们签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条约 当时大家就很关注说 那接下来因为条约里头提到说 只要俄国或是北韩有任何一方被入侵 或是陷入战争的时候 另一方都是可以用这个条约来提供军援 那西方国家当时也很担心说 那北韩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就是会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军援 甚至直接向这个乌克兰战场派遣援助的部队 好 我们要请教大宗教授 如果说北韩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后续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是否会升稳 以及怎么发展 对 因为这次柏妮去这个北韩访问 双方的确签了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 外界非常高度的关注 因为里面都提到说 假设任何一方遭受攻击的话 另外一方要提供军事援助 但这军事援助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那目前看起来 从2022年2月份 这个爆发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俄乌 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是越越密切 因为双方是互蒙其量 俄罗斯的确是需要 来自北韩大量的这个军事上 尤其是弹药的一个补充 跟一些武器装备等等等等 那同时当然北韩需要能够 希望能够提供 得到了俄罗斯 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一些武器装备 跟所谓的技术 所以双方是互蒙其力 但是即便是有这个全面战略伙伴条约 是否会意味着北韩就会真正提供 这个所谓的这个部队 来直接在第一线直接投入到俄乌战争 战争我觉得目前来说 还没有很明确的迹象 因为假设真正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代表俄乌战争 迈向另外一个阶段 会另外一个程度的升级 而且目前来说 看起来俄罗斯其实不需要 比较不缺乏的是地面部队的这个人 这个部队的这个阿兵哥等等等等 它其实需要比较是弹药的一些补充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 过去30年来 因为刚刚提到是 所谓的这个中程弹道飞弹条约 我们仔细来看 其实在美俄之间 很多类似的一些 这种战略武器裁减的一些相关协定 大概都是被单方面毁弃 或是所谓的失效 那及早在中程弹道飞弹条约 因为INF在2019年 当时川普说 他不愿意这样继续去做 他是单方面说我就毁弃 那俄罗斯也同样去做 因为其实在2019年之前 其实美俄双方就互相指责 因为中程飞弹条约 它所规范的是500到5000公里 这个射程的这个中程飞弹 还包括比较中短程的飞弹 那双方都会说 其实你早就逾越了 因为有很多灰色地带 双方会互相指控对方所发展的 这个新的这个巡异飞弹 已经突破这个条约所规范的这个层面 而且当时川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迟疑的地方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中 美中这个中俄之间 应该讲美俄之间这个限制 其实是忘记规范中国大陆 其实中国大陆在过去很多年 也是长程的一个发展 那除了中程弹道飞弹条约之外 还有包括更早的反弹道飞弹条约 是在小布希政府时期 美国自己说他不干 因为他认为那是规范 冷战时期的美术 无法去让美国因应更多的 这种可能性的挑战 来自于个别的国家 或是恐怖组织 那还有一个最近的是 新战略武器裁剪条约 New START New START也是在 大概在一年多前 普丁在俄罗斯杜马国会演说里面 他单方面废纸 因为其实主要就是一个 我觉得目前来说 美额关系很糟糕 有点陷入到过去的冷战氛围 所以中程弹道飞弹条约 其实只是一个 美俄关系的缩影而已 基本上 目前规范很多大国之间的 传统跟战略武器的条约 慢慢都已经在失效当中 是 另外一个最后点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 现在欧洲右派崛起 对华政策将要转向了 一上清中的匈牙利 从7月1号开始要担任 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马上就喊出官方口号 说让欧洲再次伟大 好像听起来有点熟悉 我们来看到 这是美国政治网媒 Political报导说 匈牙利会这样靠向中国 是因为中国的投资 稳定了匈牙利在COVID-19 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 好 不过现在呢 欧洲议会这个极右派的 强势崛起 我们要请教有名哥 你来帮我们分析说 那未来会怎么样前动 国际之间的局势发展 欧洲议会向右转 那其实各国 欧洲各国内部的政治 也现在开始向右转 就整个欧洲 去向保守化 以及反移民 所谓的极右或右派 如果你在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两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保守化 在各个政策保守化 第二个就是反移民 最直接的 这是最强烈的 那也是各国都比较共通的 但是呢 你进入到各国 不同的政治文化的时候 他的右派 又有一些差异性 欧洲的右派 可以说有两种吧 法国一种 意大利一种 那法国的 那个LePont的国民阵线 现在马上 进行就是要 部分的局 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是 法国很特殊 简单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议会的改选 是马克宏要求 在欧洲议会选完之后 看起来 有点像右转 所以呢他要求 提早大选 他577个席次当中 他们是两轮投票 全世界很少 也就是说 这个单一选区的议员 我们叫立法委员 的选举也是两轮投票 通常我们都是这个总统嘛 是两轮投票 但法国577 有过半的 马上你就当选 如果都没有人过半 超过12.5%得票以上的人 不管几位 进行第二轮选举 所以很多地方 会有三个候选人 因为他主要是 现在三个政党 第一个是 勒庞的那个国民政线 第二个是马克宏的复兴党 第三个叫极左联盟 那这一次他们各的得票率 勒庞是34% 极左联盟29% 法国马克宏的复兴党 22% 所以呢 这个就碰到第一个挑战 他们说 尤其是中间偏左 或者是左翼的人说 为了要阻止乐庞 他获得更多的席次 那排的第三的那个候选人 不管你得票率多少 那你要自己主动退选 把票都给支持给 排的第二的那个中间偏左 或左派的这个议员 那这是一个做法 那马克宏说 马克宏因为他自己是执政党 他说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也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要如此 因为他想的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 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我可以再去跟极左联盟结合 就可能有接近一半或破半 那就会防止乐庞执政 所以大家现在都说 乐庞或者是他那个小鲜肉 会当这个所谓的极右总理 这个变数还很大 那至于说 在整个欧洲议会跟各国里面 大家都会 我看到有一些会说 这个抗中会更强烈 这不一定的 那因为事实上 这个还是要看他们 对美国的关系是怎么样 寻求战略自主的话 其实不一定会完全的抗中 要求要保护他们自己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话呢 的关税就会增加 那匈牙利现在做这个主席 当然他抗中的情况 也不一定会这么强烈 所以要看接下来的发展 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 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并且首度出动有超级大弹 称号的滑翔炸弹 我们来看到 这是根据财经科技网站 商业内部的报导 他说有消息人士 在这个telegram上 发布了影片 显示俄军在20号的时候呢 利用了重达6600磅 大约是3公吨的 FAB3000型的滑翔炸弹 袭击了乌克兰 哈尔科夫的东北部地区 好这曝光的爆炸画面当中呢 可以见到这个炸弹是很精准的 击中了乌克兰的部署的 这个部队的建筑 而且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 现场看到的画面相当的震撼 这巨大的火球伴随着尘土飞了出来 大家都在想 哇这破坏力应该很惊人 好那我们来看到根据 哈尔科夫州长 他的表示 他说呢 那俄军在23号对哈尔科夫轰炸之后 城市内有两处都是有人员伤亡 那一共造成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那乌克兰的国防官员就表示说 乌军呢现在没有办法 嚇阻这个俄军的滑翔炸弹的攻势 那虽然美方的新政策呢 已经造成俄军部分攻击有所灭少 但是呢 还是限制了武器的射程 好我们要首先今天来讨论 导演请小五哥帮我们分析了 大家很好奇说这个很致命性的 FAB3000型的重型炸弹 它的威力到底如何 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种炸弹本身呢 它过去其实并不是什么 很了不得的武器 它其实过去前苏联时期 生产了一大堆 这种三公吨的 也就是3000公斤的 这种航空炸弹 那这种过去的航空炸弹 它是用来装在什么 TU-16啦 或TU-95这种轰炸机上面 然后呢 借由轰炸机飞越敌方城市上空的时候 一洒洒一大片 但是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攻击人家 所以那俄军 他原先最早 他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炸弹 但是最近俄军 他们统一的在 这些传统的铁壳炸弹上 因为这种炸弹本身 丢阿俄军没有导引 它就是我们称为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炸弹 或是铁壳炸弹 掉到哪里 没有人能够说得准的 但是呢 现在俄军 他们发明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也是跟美国人学的 就是说这个 美国人他们过去把一些传统的这个炸弹 像这个J-DEN等等 就是GPS定位炸弹 然后呢 上面装一个小小的延尘套件 就是一个翅膀 它这个炸弹丢下去以后 那个翅膀张开以后 它就可以滑翔很远的这样的距离 那像过去 俄军的战机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 能够对乌军进行精准攻击呢 过去很大的原因 就是过去在开战前 俄军的这种精准导引炸弹 三下两下用光了 后面就没了 但是现在俄军开发这种延尘套件 就是把那个距离加长的延尘套件以后 它之前有大的有小的各种炸弹商 都装上这种延尘套件 让俄军的包含像苏34 或者那个苏25这种攻击机 就可以距离目标大概十几二十公里外 那这个目标距离十几二十公里外 是什么意义呢 就代表就是今天 那个乌克兰 不管你是用西方的 或是输入的这种防空系统 它本身的防御距离是有限的嘛 那这个时候我俄军的战机 在你俄军的防空往外面 就直接丢个炸弹 它可以飞啊飞啊飞的 滑到你头上来的时候才爆炸 当然像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攻击 看得出来 它这个炸弹有点过头 其实没有那么精准的炸中 它原先要炸的那种房子 但是因为这个炸弹本身它非常的大 3000公斤的这个炸弹里面 大概差不多有1800多公斤的这样的炸药 所以其实是它的装药量很可观 所以你看这么一炸 那整床房子 几乎都全部被炸垮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房子 它本身炸弹爆炸的时候 它甚至于它那个现场的报道有说 那个弹片飞到大概1.2公里外 所以你看它这个炸弹那边爆炸 砰 炸这么大一球 等于说它的这个杀伤半径 可能接近一公里左右 那这个一公里 当然如果说你有掩蔽等等是还好 但如果就是说 它你刚好是在这个一公里范围之内 被这个弹片击中的话 可能是非死即伤 但是像这种炸弹 对于俄军来说 它现在最大的这个优势是什么 它可以大量生产 那过去前苏联的时期有留了不少 那现在呢 它可以在更新的生产更新的这些 这个原先的FB3000 这样一个三公吨炸弹以后 再加上这些延程套件 那就变成说 让俄军的这些 像苏三四这种打击战机 就可以远远的利用这些炸弹 去攻击乌克兰的这些重要设施 或是部队 那个部防的这样一个防线 像之前我们看到 在那个上一波 俄军攻击的时候 其实就大量的使用了 当时俄国生产的这种 当然磅数比 这是这个FAB3000要小 大概差不多是1500 那个1500磅左右这个炸弹 但是呢 就已经当时把乌克兰军队的防线 给轰破一个大洞 然后呢 乌军面对这个 当他们的防线 被俄军这种重磅炸弹摧毁 然后俄军又从这些被摧毁的 这个俄军 那个乌军防线上 蜂涌而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乌军在当地 就没有办法持续进行战斗 只能必须要撤退 所以这种武器 它本身呢 就是给了俄军 等于说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一种敲门砖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今天 当乌军的这个防线 做得非常稳固 在前线的时候 你俄军用传统的战车 用步兵 没有办法突穿 你要突穿的时候 又碰到可能 这个乌军用这个 无人机要进行抵抗 或自杀性的攻击 攻击你的车辆人员等等 但是当你把这个炸弹 在地上 炸出了好几个大窟窿以后 对不对 乌军根本没有办法 利用这样的地方 那个被炸坏的防线 进行防守 那这时候俄军 就可以突破 所以这是俄军 他们现在在战术上 用新的 用这种大型的航空炸弹 然后炸破乌军的防线之后 然后进攻 乌军 然后突破防线向内进攻 是 在俄乌战争上 我们继续来看到俄罗斯的官员 他说 在乌克兰6月23日 以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 系统飞弹 攻击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塞凡堡市 一共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还有大约151人受伤 那死者当中包含了两名孩童 另外一方面是 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 达吉斯坦共和国 在6月23日 同一个时间 但是不同地点 遭遇到恐怖攻击 有多名的枪手分别在 马哈齐卡拉 还有当地的沿海城市 德本开火 那席集包括了 有犹太会堂 东正教的教堂 还有交警的哨所 造成至少15名的园警 还有平民丧命 那其中还包含了一名神父 好我们就来看到 除了乌克兰之外 其实俄罗斯现在 真的是三线作战 刚刚提到乌克兰 还包括对西方 还有对这个恐怖组织 那么请在杨老师 你怎么看说俄国现在的局势 俄国现在应该讲6月23号吧 真的是不太平静 除了你刚才讲的 在就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 赛反保室 是 它这是什么东西 它这个是美国给它的 就叫做这个ATACS 就是ATAMCS 这是陆军所用的这种 所谓的战术导弹 而且这里面其实都是 美国所设的参数 它发了5枚 4枚被俄罗斯拦截下来 1枚打到了这个 克里米亚的这个城市 造成了4个人死亡 对不对 100多个人受伤 然后呢在就是 达吉斯坦这个地方 达吉斯坦共和国 其实靠近车城 你还记不记得 今年3月的时候 在莫斯科音乐厅 那个145个人的死亡的 恐攻事件 其实 他们现在认为 这是同一个组织 也就是背后是 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组织 在就是达吉斯坦 现在已经确认造成了 大概是有相当多人死亡 那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恐怖攻击 那第三个呢 我们这边没提到 其实在哈尔克夫的上面 在俄罗斯境内的 别尔哥罗德这个地区 也有三架 这个同一天 6月23号 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 造成一个人死亡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一天你看到 它有恐攻 有空袭 那这个表现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其实大概 从乌克兰到 就是一些激进组织 伊斯兰国也好 或地方的激进组织 开始在做一些 我不能讲协调 但你看到有点 同一个时间的 类似的对俄罗斯的攻击动作 那这个词俄罗斯 其实我觉得是不平静 而且你看到 它的这个线拉得很长 从哈尔克夫到克里米亚 甚至还拉到高加索 就同一天 这个全来绝对有关联性 我是这样子觉得 那第二个你会看到 俄罗斯的整个漏洞也蛮多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可以有无人机 在攻打你哈尔克夫 北边靠近 就在你俄罗斯境内的攻击 它可以再去攻击你在 就是克里米亚岛 而且它现在用美国给它的这个武器 然后它可以去发动 伊斯兰国或其他的激进组织 在做这些恐攻 那因此就引出来第三个 它后面是不是真的有协调 有一些激进组织 你知道特别是在 以色列攻打加杀之后 相当的反以色列 就在这个达吉斯坦共和国里面 他们其实对于 这个以色列来的犹太人 在那边有一些犹太人 有相当多的攻击行动 可是这些激进组织 居然反以色列 也反俄罗斯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连结 特别是在伊斯兰国的这一块 那因为伊斯兰国当初 在他们的伊拉克 跟叙利亚境内的时候呢 其实也面对是来自于 俄罗斯参与到 针对伊斯兰国的一些攻击 所以这里面就连结性 开始在出现 那我不知道这个背后 是不是有美国还是乌克兰的情报 甚至联系 甚至协调 我不敢多说 但是呢 我觉得在同一天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它实际是代表着 一种讯号 那就是 有某种可能的 这种联合性的对俄罗斯的反击开始 可是贾尼斯兰国这些反击 小小的 对不对 恐攻那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严重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克里米亚这个事情也比较大 因为它是用美国的导弹 而且美国射的参数 因为它导弹里面提供给它说 射的这个参数 也是美国的情报 美国的卫星 那这个里面 美国的角色就比较重要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俄罗斯的反应就是 那我就可能要针对你美国 接下来 因为会不会 接下来 它你看打到就是 别尔戈罗德 也打到克里米亚 这都是俄罗斯境内 美国武器 那个无人机我不知道 那因此呢 就一直在担心的是 它会不会更进一步取到 更长距离的使用的 无人机或美国的武器 去攻打俄罗斯境内的这个标的 这个就是下一波的问题 那最后就是 俄罗斯真的是漏洞蛮多的 因为这个国家太大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每个地方 都很复杂 也都很 就是说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那如果说 有新人 有新的外国势力 要去做协调 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 连锁的动作的话 是有这个可能性 是杨老师刚刚说到美国 你就来看 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五月份的时候 终于同意乌克兰 用美元的武器 可以有限度的攻击 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但是现在 乌国官员就说 美方限制不能够用射程 超过一百公里的 这一类武器 那 这个美联社就进行报导 说 乌国方面呢 他们的官员说 对于这项限制 他感觉到绑手绑脚 好 我们要请教这大千歌了 因为在我们看到 俄罗斯媒体有进行报导 他说如果俄方感到威胁增加的话 那莫斯科当局是可能会改变使用核武器的时机 你怎么看 对啊 美国跟他的那些西方的盟友们 那么一直在考验俄罗斯的耐性 那我也不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普丁有这么好的耐性 就是不管他们怎么样亲门他户 普丁都会冷气吞声 我完全不理解这群大国的领袖们 是做什么样的判断 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 但是你现在看这个俄乌战争 大概涉入俄乌战争的是四个方面的国家 第一个当然是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现在我认为他是处在一个不得不打的地步 因为对方不想停 所以我就必须要打了 那打的当然也挺无奈的 那么所以他才在前一段时间也示出来说 不是不能谈 大家来谈谈看 但是现在显然并不想谈的 这个跟俄罗斯无关 是美国是乌克兰跟西方的盟友 那既然大家不愿意停 那么俄罗斯当然就只好奉陪下去了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他把底线画得很清楚 你要玩这场游戏我陪你玩 但是我的底线在这里 如果你跨过了这个底线 如果我真的忍不住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这就是逼虎跳墙 就是大家常常讲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俄罗斯不是一只骆驼 他是一只老虎 而且他还没受死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真的踩到俄罗斯的红线 他必然会采取行动 那对美国这一方面来讲 他是尝当的甜头 他在过去收割了所有俄乌战争的红利 全世界只有美国一个人 独得了所有的红利 这就好像要玩鱿鱼游戏一样 大家都死光了 就剩下美国拿到了所有的好处了 那美国当然不想停 这个时刻 拜登考虑到他国内的选举的考量 考虑到美国现在的军火商 能源业者 现在正赚着盆满钵满的时刻 我大可以继续打下去 所以美国不想停 那么对乌克兰来讲 哲伦斯基很清楚知道一旦他停了 他的政权就没了 他为了他的政权 他也不想停 所以在这个局里头 剩下的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 欧洲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 真是愚蠢到极点了 难怪每一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打 打了一次打了两次 现在看起来要打第三次了 欧洲是完全深受其害 就仅次于乌克兰跟俄罗斯了 但是欧洲受到了美国的裹挟 所以欧洲必须要跟着美国老大哥的背后走 所以欧洲看起来也并不想停 所以这场局看起来就是 美国 乌克兰 欧洲都不想停 那么当然俄罗斯就只好持续打下去 刚才有明兄提到说 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 说乌克兰攻击了克里尼亚的一个地区 那是什么地区 那是民众休闲的海滩 在美国给的相关资料下去 攻击了一个民众休闲的海滩 美国跟这些西方盟国怎么都不讲话呢 死的都是无辜的平民耶 怎么都没有人出来说句话呢 那这对俄罗斯来说 这就是挑战它的红线咯 就它一般的平民百姓 在海滩上都会被飞弹这个波及 那你叫俄罗斯是忍无可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界一直都很担忧 就是美国跟乌克兰跟西方盟国 这种毫无底线的挑战俄罗斯的这个红线 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会引爆一场欧洲的战争 不要说它要不要用这个战术核武了 这个乌克兰光射两枚超高音速的飞弹就好了 不用带核子弹头 超高音速飞弹射到欧洲的任何两个小国射射看 哪一个国家的飞弹防御系统可以拦得下来呢 那欧洲的战争是不是就要一触即发了 欧洲马上就要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和平都是掌握在普丁一个人的耐性了 他一个人的忍耐力究竟有多少 关系到我们会不会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乌克兰跟西方盟国这样玩 等于是把整个全世界好不容易建立几十年的和平 都吓在他们的赌注里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